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黄山和一些天才画家 摄影家与黄山的艺术及思想的碰撞 那么今天要回答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黄山是怎么来的 它到底有一个什么名头 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人来过黄山 第三个是这些人在黄山 留下了什么 那么首先来看黄山是怎么样一座山呢 黄山啊在以前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有名 之前有名的一些山啊 比如说是像五月当中的一些 像泰山、华山、横山等等 包括泰山是历代皇帝封山的地方 或者拜天的地方 那么黄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名的呢 它一开始叫伊山 然后是那个黑字旁一个多 这个山呢一开始不有名 之后呢是在唐朝的时候才被改名为黄山的 我的想法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真正的中华文化发源地在中原 所以像那个五月大多都集中在中原黄河流域 那么到长江流域开始兴盛的时候 比如说在隋朝的时候开通了金航大运河 那么到唐朝的时候 像这个黄山处于安徽嘛 像安徽浙江、江苏这些地方渐渐地兴盛起来 那么原本一个交通不便的安徽的一个县城黄山 也就慢慢地映入人家眼帘 甚至在唐朝的时候被以皇帝之名的皇字赐名为黄山 说它是有道教的先气的 包括黄山旁隔壁呢有一座山叫祁云山 它呢是道教的四大名山之一 那么黄山本身呢也由于它的奇松怪石 包括它的那种石头都是 一般的我们看山都是那种连绵起伏的 比较就是那种山巒 但是在黄山呢你经常看到是奇风突起 它就像以前古代兵器的上的那种葛一样 就平地而起一个风 平地而起另一个风 据说是有很多风石作用形成的 导致每个山峰之间很独立 然后就是非常的陡峭 然后呢除了这个特色之外呢 黄山本身上面还有很漂亮的大云海 就是到一定的海拔线之后 人处在云的上面 然后你能够看到 黄山它本身自己 这个景区会安海来分 分那个东南西北海和中海 那么这个海呢不是说黄山靠海 而是说这个云形成的那种波涛汹涌的气势 就像你身处在海洋当中 包括你看那种连绵的云直接那种水蒸气撞上那个山峰 然后有那种波涛汹涌的感觉 让你会觉得真正的在海上 所以呢连黄山的景区都是以这个命名的 那么讲到黄山呢 我们刚才说它是从唐朝开始被刺名黄山 然后慢慢的有名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几位艺术家呢 都是在明末清初 甚至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艺术家 比如说在明朝灭亡的时候 清朝初年有一批画家叫清初四僧 四个僧人 也就是说呢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不是都说那个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吗 那么有很多汉人为了表示 对于先朝的忠心 他也不愿意剃满人的那种头 他就干脆直接落发为僧 包括有一个画家他叫建江 他自己呢又好红人 所以一般那个世人称他为红人比较多 红是那个红利 红利皇帝的红利 人是仁义的人 那么红人呢 正是清初四僧之一 他的经历是这样的 他原本呢就在安徽出生 安徽涉险出生 之后呢 他青年的时候非常积极的 在那个明朝末年去当兵 包括在1644年 那个北京沦陷之后 清兵占领北京之后 他还在安徽一带 积极加入军队 可是呢在一年多之后 安徽这边也沦陷了 包括扬州 再往下一点的扬州城 还出现了屠城的事件 然后呢这个 红人他就跑到那个福建 去继续抵抗清兵 在一年零三个月之后 福建也沦陷了 在那个时候呢 红人就为了躲避清兵的追捕 他就逃到山林里面 去落发为僧 甚至刚开始的一年 就在山林里面野果打猎 像野人一样的 在山里住了 隐居了一年多 之后呢再去出家 然后去做和尚 包括有就是在一些寺庙 去挂单 那么在差不多 1651年的时候 红利呢又回到了 他的家乡安徽 并且他的那个家乡射线 是正好在黄山旁边 在他生命的最后13年 1651到1664年的时候 他每一年都上下黄山好几次 用他的画笔写下了 故乡的无数风光 包括我们在他的画当中 不仅仅看到一种 对于时代的叛逆感 而且还有那种 亡国的沉痛 对于前朝的忠心 以及 以及说他在那个画里面 包含的那种 孤寂之感 在一般的山水画里面 我们一般都能看到 很多点景人物 比如说在一个 山水长卷上面 乔乔能够看到 像山林里面那种 背着柴木的乔夫 又比如说 那个一个小的渔舟上面 一两个钓鱼的人 或者说呢 有一两个影视 在山中有一个小书童跟随 又或者说在凉亭中 有一些行人休憩 但是呢 在红人的画里面 很少看到人物 基本上就是空山 然后即使山中的那种亭子上 也是空无一人的 他的作品呢 主要以那种石头来体现 就是黄山本身 也是以奇松怪石文明 但是他的画作里面 就经常能够看到 整块的很雄伟的 很大的石头压过来 整个画呢 又是给你一种 非常封闭的成语的感情 也是体现了他 亡国之后的一种移民心态 就是遗留的遗 然后人民的名 是中国画史上的一种称谓 就是说有很多移民画家 的情 就是这种情怀 那么除了 清初四僧之一的 这个红利之外呢 另一个僧人呢 叫石涛 石涛呢跟红利不同 红利是参军 但是石涛呢 当当在当时 清兵打进来的时候 他只有四岁 但是 他是当时一个 晋江王的儿子 然后他本身呢 是在那个广西桂林 这一带的王府长大的 但是呢 他四岁的时候就已经 就是全家被灭门了 被杀光了 然后他家的一个内官 就带着只有四岁的石涛 逃出了那个王府 两个人就躲在寺里面 所以出家为僧 那么 所以我们在石涛的话里面 并不一定能够看到 像红人那么浓厚的爱国情怀 和那么浓厚的生痛感 而在他的话里面呢 常常是一种狂放 还是有那种不受拘束 当时之所以为什么推崇 清初的这个四僧呢 是因为对比同时代的那种风气 同时代还有很出名的四个画家 合称四王 四个姓王的画家 他们主张的一种风气是什么 是仿古 但是他们仿古也不是仿那个 像五代时候非常杰出的那种 金冠董剧 那种很生动的山水画 而是他们仿古会仿一些 就是古人那种 他自己会说 古人那种淳朴质朴的手法 而在我们比较直观的话来说 可能就是不用透视 不注重画的真正比例 然后一味的去 比如说他想画这座山 就把这个山画得特别大 甚至把远的东西画得大 近的东西画得小 反而在我们的第一直觉上 有诗画的一种美感 但是他们当时说 我不崇尚古法 我这个画就没有意思了 那么有突破性的一点呢 就是清初的这四个圣人说 他们的画风呢 有一些鲜明的特色就是 非常坚持于自己的想法 然后包括石涛在他的画论里面 比如说他有一本书叫 苦瓜和尚谈话录 然后就是说他自称苦瓜和尚 然后写下了很多画画的心得 里面包括说他举例子 说之前有个书法家 他说恨这个书法家 曾经说过一句话叫 恨成无二王法 就说恨我成我嘛 没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内 就是那种书法的记忆 然后后半句说 也恨二王无成法 就是说我也很遗憾 王羲之王献之他们 也没有我书法的这种 这种风格呀 然后石涛就说 画也是这样的 在那个明代董奇昌提出了 说画要分南宗北宗 然后石涛就反问说 那问我是什么派呢 是南宗吗 是北宗吗 然后他最后提出 我自用我法 我自有我的一副风格 包括石涛他自己画 有的时候泼墨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 西墨如今 他的那种画分 都是非常的多变 非常的灵巧的 再包括你在他的 那个画论里面 可以去细细的研读 其实他自己作画 是有结合很多禅宗的 还有结合很多道教的想法进去的 他认为画是你对生活的 整个感悟的一种结晶 比如说我们之前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思想训练 就我联系到 现代的一些思想训练 是说你假设你认真的 看一遍你周围的环境 然后你闭上眼睛 说出你周围 有什么东西是红色的 有什么东西是灰色的 有什么东西是黄色的 你还能记得几样 然后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 把你周围的整个环境 都observe 就是都观察入微 明察秋好了 那么我自己觉得画家 他把整个山水画下来 把这些人描摹出来 又让我想起说那些 比如说七明上河图 把整条 就把整个那个汴京的 那个繁华景象 每一个铺子里面 每一个楼里面 每一条路上的一个 一个个人 还有拉船的欠夫的 那种表情都掌握到尾 这是对于生活非常深刻的 一种观察和领悟 再包括一个人 他要把山水画到尾 把这种 很多人觉得我看过去 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花草树木 山石 树林 全部都画得 唯妙唯敲 甚至还说我这个山水里面 是有我的精神气韵的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也是对于生活的一个 很高的领悟 那么除了这个石涛和 刚才说的红人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近代的一些艺术家 我们知道画和摄影 常常是相通的 那我们尤其来看一些 黑白作风的摄影家 比如说 同样很喜欢拍黄山的 一个现代的摄影家 叫做汪无声 无是荒芜的无 生命的声 汪无声呢 他拍东西啊 就喜欢拍那种 强烈的黑白对比 比如说 他说我喜欢黄山啊 因为他的那个云 特别特别的柔 而山风呢 在中间又显得特别的阳刚 那么他常常呢 摄影作品就很可能是 比如说白茫茫的云海 中间一个小小 两三个小小的山风 或者说他自己有提到说 他拍东西 就是不 就是和一般的摄影家不同 他从不特意去 那些特别的 被后人认为是很 很奇特的 或者很形状诡谨诀的山风啊 很宏伟的瀑布去拍照 他觉得自然的美妙和奇特 本身就在那里 不在乎你后人给他灌名 是什么什么风 什么什么瀑布 所以他就直接拿一个相机 横冲直撞进黄山 看到他想拍的就拍 他觉得放到取景框里面 显示出了他想要的那种气韵 他就拍下来 包括他后来在1978年的时候 和那个 不是 他后来在那个 有一次联合国的会展上 和一个来自日本的画家 叫东山魁仪 一起做了一个联合展出 就是展现东方艺术之美 那么他其中的很多黑白摄影作品 就是以黄山作为题材的 那么除了这个汪无声之外呢 还想特别介绍一个 很棒的艺术家 他和张大千是一个时代的 并且和张大千还是好友 他叫狼静山 就是狼仙平的狼 然后安静的静 山林的山 狼静山呢 他自己有一种很独特的摄影方式 叫做极井摄影法 然后这种摄影方式呢 其实是和20年代的时候 那种暗房叠加技术有关 它的基本原理是 你拍完照片 不是有一个个的胶片吗 它可能是用胶片的这个部分 和那个部分叠加在一起 然后再进行一些整理冲刷 或者说反冲刷 得出一些 得出一些极井的效果 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背景 是他从小受父亲影响 有学国画 那么在他后来 迷上摄影之后 在差不多20世纪初的时候 他迷上摄影的时候 他就把这种国画的深厚底蕴 加注在摄影上面 比如说他有拍过一个作品 叫做云生不知处 取自唐诗的那个 说有一个人他到山里去 拜访一位老师傅 然后就松下问童子 问他的师傅在哪里 那么童子就回答了两句话 叫严师采药去 说这个师傅去采药了 云生不知处 在那个白云深处 不知名的地方 这是很有意韵的 一个唐诗的舞诀 那么这个狼先平的这个作品呢 就以云生不知处作为题材 是挤紧了一棵小的松树 一棵瘦长的松树 和张大千先生的背影 就是狼进山和张大千 有一个时候特别喜欢上黄山 然后两人一上去张大千管他的画 狼进山呢就说 张大千你穿上那些先分道谷的衣服 给我几个背影 我帮你拍几张照 那么其中一张照片呢 就是张大千穿着道袍 然后组着一根拐杖 往白云深处走去 然后旁边是一些松树 这样的景色 还有包括他自己后来在 后来的在那个一幅作品 叫胡山缆胜里面 也是获得比利时的一个摄影大赛的金奖的 这里面呢 他通过这种挤紧摄影的方式 把那种黄山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他那幅作品是一个很长的长轴 然后长轴的右边呢 是几株林木 那些几株林木呢 是来自法国的巴比松森林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亭台 就是从右往左看来 还有一个亭台 亭台呢 是来自于韩国的首尔 这个有一点像现代的PS技术 但是是由当时的那种 胶卷的冲印方式完成的 而且衔接起来 非常像中国国画的画风 之后呢 就是连绵的远山 那些山呢 就是取自于黄山的云海 然后呢 再往西边的那个湖景呢 则是南京的玄武湖 所以呢 他就在一个很长的长轴里面 把各种地方的景色合在一起 而在他的作品里面 念念不忘的永远是 黄山的那种风景 包括后来在他101岁的时候 让还是坚持登上了一次黄山 在黄山上 爬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也要拍下一张照片 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 在这种人与黄山的互动当中 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天才画家 天才艺术家 与这个 这么灵动的一座山之间的互动 并且我们能感受到的是 就是我为什么当时会去 想要做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在两个星期前的时候 跟同学去了一趟黄山 然后去了黄山之后 我觉得很有感悟啊 我觉得那种奇风怪象 还有那个夜里深山 那种黑漆漆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 山风给你的那种力量的时候 我自己就在想说 我来黄山这么有感受 那么历史上的一些其他的古人 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呢 然后我就想要去深入了解 那些人曾经跟黄山 有过怎么样一种思想 与情怀的碰撞 那么从横向来看 我去了解不同的人 从画家到摄影师 对于黄山的这个不同的情感的捕捉 和对于他的那种 就是把自己的情感 怎么样结合黄山去 在他的作品当中 以什么样的风格体现出来 并且呢 从纵向来看 你还能够感受到 像我是21世纪登上黄山 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那么在这之前的 17世纪明末清初的时候 再包括在民国 100年前民国的时候 这些人又以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去看黄山 然后这一种 从古往今来 人们对于黄山的情感的变化当中 你又能够感受到一种 很大的时空 还有很大的天地人之间的交错 那么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 你能够感受到 我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给我的感悟是充满了厚度与深度的 我今天就会给我的感悟是充满了的 我今天就会给我的感悟是充满了的 我今天就会给我的感悟是充满了的